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池 今天我们又用鸡腿来做一个好吃的 应该很多人都没有这样吃过 鸡腿的肉质非常的鲜嫩,不腥不柴 外面裹着一层香辣的料汁 非常的好吃又入味,一点也不会油腻 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六个大鸡腿 这种鸡腿也叫琵琶腿 往鸡腿中加入一勺食用盐和一大勺的面粉 再加入一点点的清水 下手抓拌一下 利用食盐杀菌消毒的作用和面粉的吸附性 将鸡腿的表皮揉搓一遍 吸附出毛孔里面的脏东西 把鸡腿抓拌成这样 表面包裹着一层薄薄的面粉糊的状态 然后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将鸡腿一个个的清洗干净 清洗的时候,鸡皮上面多余的油脂也给它去掉不要 这样吃起来就不会太油腻 全都像这样清洗干净后 把鸡腿再次放入清水中多清洗几遍 直到水变清澈为止 洗干净后将鸡腿控水拿出来 放入锅中 加入几片生姜和葱段 再加入几个干辣椒 淋入多一点的料酒 最后加入没过鸡腿的清水 开大火将水烧开 两三分钟后就可以看到水面上漂浮着一层浮沫 用勺子把浮沫撇干净 最后盖上盖子 将鸡腿再煮20分钟 好了,时间到了 打开盖子 用筷子轻轻一戳 就可以把鸡腿戳烂 说明鸡腿已经蒸得很熟了 用漏勺将鸡腿控水捞出 放入一个大一点的碟子中 先让鸡腿放一旁冷却 准备几根小葱切成葱段 切好放入一个大一点的碟子中 一小块的生姜 切成薄片 切好也放入碟子中 半颗洋葱切成细丝 切好后和葱姜放一起 碟子中放入两个八角和一块桂皮 两三片香叶和几颗花椒 再准备多一点的大蒜 先把大蒜切成小块 再剁碎剁成蒜末 把蒜末放入一个小碗中 一小块生姜 先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丝 最后切成姜末 切好也放入小碗中 几根葱白切成葱花 切好和姜蒜末放一起 四个小米辣切成辣椒圈 切好和葱姜蒜放一起 碗中再加入一勺白芝麻 一勺食用盐 一点点白糖 一勺生抽 再加入多一点的蚝油 这里蚝油总共是加了两大勺 接着起锅 加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油热后倒入碟子中的大料 用筷子不断地翻炒 把大料炒出香味 这里大概翻炒两分钟左右 让大料的香味全都吃进油里面 把大料炒成这种焦焦的状态 就可以夹出来了 最后再把油烧到冒烟 将热油倒入调料碗中 激发出所有调料的香味和辣味 最后再让热油在碗中跳一支舞 用勺子将调料都搅拌均匀 这样一碗万能的料汁就做好了 非常的香 这时候鸡腿也完全地冷却了 将鸡腿的肉一块块地撕下来 像这样将鸡腿肉全都撕下来后 摆入另一个大碗中 再淋入调好的料汁 就可以大块朵移了 哇 这个料汁真的非常的香 我的眼泪已经不自觉地 从嘴角流了下来 鸡腿的肉质非常的鲜嫩 不腥也不柴 而且这种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又健康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关注我 每天分享一道家常美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